該議館政府和環路雄農會 共同行銷環路的旗子 跟整個旗子天賦羅吃到飽 好旗子試吃屏蔽電話當 一早就欠這麼多民眾 到現場來賣賣賣賣賣賣賣 我們的環路的旗子 佔全國的七星 尤其我們要吃旗子餅的人 環路這邊現在目前為止 用旗子發展出很多的加工品 包括旗子的冰淇淋 包括旗子 整個旗子裡面 放雙淇淋 都穿得好吃 主題疫情的影響 今年阿里山地是賣了不太好 為了進行產業 環路鄉農會 考出阿里山 青森黑龍地 旗子冰冰冰品 希望可以把地米的加工品 變得得完 影響不一樣的消費續運 這是我們環路鄉農會 推出的新產品 叫做清新烏龍茶的血肉 它的甜度 乳糖的部分降到0.3 所以這個讓你吃 感覺說不會胃 它的糖感到很多 很多就是降百分之五十 所以也不會太甜 讓你吃到感覺不會胃 環境翁農兩次吃旗子冰 一直學到說雞香是很重 這個是吃到茶的味道好不好 就是說鹽本茶是泡著喝水的 現在在冰裡面 現在是茶的味道很濃厚 非常好吃 就是說茶做成雪糕這樣 真的很全家都適合 都是這個甜點 都會說 加以旗子冰冰賬 五湯剩下一年一台旗子冰冰 鼓勵大家親自來煩惱選擇 以社會帶動地平的產業 既然黃培加以關採用報道 不是 info 但是 但是